设在花坛乡中山路的彰化监理站, 站地有4000多平, 路过设为机车及小客车两个电动考验场。 今天正式起因之后, 有近400人参加了机车的考试。 另外一个U字型的电动机车考验场, 是专为普通和职业小客车考试的, 今天也有60人应考。 据台中监理所考验课课长洪浩东表示, 过去每天在台中监理所集中考试的驾驶人就有500多人, 而新的监理站起因之后, 等三华地区的最新车辆应考人将会提供了很多的方便。